万华一名独居的老先生要使遗失之后呢 家中现金就常常不见 他的家人透过了远端监视器遥控 终于逮捕到了一个女窃贼 他不断地潜入行窃 甚至一个月内上门三次 终于在第四次行窃时被埋伏的警察抓到 第一时间他还谎称说高龄92岁的屋主是他的老公 凌晨睡梦中住家房门怎么被打开 这时候出现一名女子用跪姿爬行的方式 偷偷摸摸潜入开始翻箱倒柜 警方透过屋内监视器早就掌握女窃贼的一举一动 你这包是什么 老公 老公都已经换了 埋伏在门口外面的警察抓准时机冲进去逮人 可吓坏了窃贼 惊慌之余谎话也乱编 声称92岁独居的老先生是他的老公 回去自己坐比如好好讲 监心那边啊 你偷三四次了 我们都有影像 你要抓答呗 台北市万华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发现老父亲的住处从今年四五月开始 家里不断遭小偷 一查之下原来是有一名65岁女子 曾借故要帮忙父亲进入屋内 怀疑那时把钥匙偷偷拿走 多次潜入陆续损失将近四万元的现金 直到装了远端遥控监视器 终于找到证据 一个月内这名女贼就光顾了三次 10月29号再度犯案 警方埋伏当场以现行犯逮捕 警方研判陈贤行窃死谁自卫 会在前来行窃 故与民众沟通 协调门锁先不要更换 并提供家中钥匙 及间日期远端密码与警方 独居长被一时大意 接受陌生人帮忙 没想到却引贼入室 嚣张女窃贼一犯再犯 这次终于落网 记者桃宣侯震伦 台北市报道